監督的指示是 15人全面一發出發給你 蛤? 很累 你拍過那麼多年 最難搞的AV女優 有誰可以講 應該是你拍過的吧 我認識的 來 準備 3 2 1 好 那你今天我怎麼問一下 之前我們在網上看到一個蠻大的新聞 就是這個新聞在講關於 AV的新法立案嘛 就是講關於保護AV女優怕被騙啊 所以改了一些法令 OK我先跟大家解釋 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 這個法令喔 它基本上它就是說 這個影片如果你拍完了之後呢 你公開販售的一年內 那個女優可以要求那個影片下架 是這條法令對不對 是 那法律拿來保護AV女優 那騙商就要保護自己嘛 所以就是說你先上完一年啊 上完一年我才付你錢 所以導致很多女優沒有錢吃飯 甚至喔 因為這個法令出來過 就更多人出來發聲 這樣這個東西基本上等於是 殺死了這個AV產業 搞不好以後 日本的AV產業就慢慢沒有 結果美金姐是實際上在這個行業上面的人 那你覺得現在 你那邊有遇到什麼實際上的問題嗎 還是你沒有什麼看法嗎 我在這個業界二十二年的 我覺得這個產業相當大 也是可以帶動很多經濟的 結果日本現在是倒退者 它是自己掐著自己的包子 你沒有辦法發展的嘛 你看全世界現在都是在講 你還是有罵 這我不反對 這是日本的文化 但是你很多的制度 是在倒退者 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你這樣子不是 自由民主國家的做法 我想知道這個事情影響那麼大的話 你們這個產業有出來抗議 還是出來罵嗎 有人出來講話嗎 有啊 有幾位在YouTube上 在網路上面 他們會發表自己的言論 是同行的耶 是女優 女優出來講話 它這個法令是設計來保護AV女優的 結果AV女優去抗議 代表這個法令是沒有用的 你好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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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了 那我們現在請來了我們的AV女優天使盟 還有三位AV男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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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他們先自我介紹 還有他們入行幾年 那麼再進行嗎 是 現役AV男優の田渕雅宏と申します 我現在想問他們一些問題 就是講說他們在這個行業那麼多年 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難忘 或者特別的經驗 はい はい 鯖の缶詰って売ってますよね あれをですね こうやってボールに一杯入れて 山盛りするんですよ 鯖 その山盛りの鯖をどうするかっていうと 女優さんの身体につけるわけですよ あと口の中に入れるわけですよ 鯖缶を 鯖 すっごい鯖臭い中で あれするんですよ ちょめちょめ あれはきつかったですよね あとね 臭いが取れないから 翌日もずっと魚臭いんですよ これが困りましたね その上で胃腿の渋断を 中まで入ってるから 翌日も臭いんですね たまたま翌日ね 仕事なかったからよかったけど あれそのまま現場行ってたら 次の日の女優さんに嫌われてますよ はい 素晴らしい 私は朝起きたら愛犬が甘つかもえになってたっていう作品がありまして ありましたよね 愛犬が朝起きたら私になっているっていう設定なので その日一日一言の人の言葉を話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って言われていて それが恥ずかしかったんですすごく でもそれを助けてください それを助けてください そうでしょ これはワンちゃんの体勢で こういう体勢で感じる すごい こういう体勢で感じる 我一直看到的工作 我一直在工作 我只有男友 女友是15人的 一带十五という乱高者 是非常有名的出来事 他难度在哪里? 監督的指示是 15人全員一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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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 但结局 90分的时间制限 8刮 我身为男生 我听到我就累了 而且我想到最后 痛吗? 非常感情 因为这次我们来这里 主要是因为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看到该那个 依法那个案件 我想知道 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 做了几十年的 他们是最有感的 我可以请他们来发表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出発点は僕は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成人例的引き下げに伴う 例えばそういう 出演女性的被害を 減らしましょう 出発点はいいんですが いつの間にか ちょっとすり替わっていった感が 否認めない 例えば こうしたらどうかな っていうのは 僕の中にありまして 新人の女優さん 例えば出演して 1年未満の女優さんには 法律は適用して 1年からこう先に ずっとやっている ベテランの女優さんとかには 適用しないとか あと差し替えができない これがちょっと意味が 分からないですよね 出演者差し替え 何だって 例えば誰かが病気になったり 何らかの事情で 撮影に参加できなかったら 絶対ピンチヒッタって どこの業界で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何らかのことができないか だから 可能大家不理解 他講的東西很重要 拍片的 會發生很多意外 通常我們遇到的事情 我們就要想辦法 去彈性處理事情 可是如果有這個法律的話 就不能夠彈性了 就算你不能話 人不能頂替 然後 會導致一些虧損 因為我們拍攝 現場人很多 都要吃飯的話 那些東西器材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突然間這個不行 然後你不能頂替 等於整天就廢掉了 所以這個會造成說 出錢的人就怕了 久而久之啦 就是大家就不太敢投資在這個產業 私はもう 例えばさっき ノリさんがおっしゃっていた 15人対1人とか 大人数物の撮影だったりとか 今まではよくあった 女の子同士が出演する作品だったりは 私はもうあまり出たく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相手のその中の誰か1人とか 相手の女の子が取り下げてしまったら 私が頑張ったその作品自体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原來有這個問題喔 如果多人混贈的話 其中一個獎要下架就要下架 誰敢投資 是這樣的產業 如果是出錢的老闆都會怕 然後參與的每一個演員都會怕 所以整個題材就會縮小 僕はここにいる他の方と違って 同人AVの制作もしています なので適正AVで男優やりながら 同人AVもやっているという 他の方とは違う立場です 例えば同人AVで 稼いでるっていう人たちと 話をしていくと 夫婦でやってたりするんですよ 夫婦でやってる人たちに 教養って契約って必要なのかとか 同人AVの中にも合法がある 今は個人でiPhoneで 今撮って今アップするってことができる それで月に何千万と稼ぐ人がいっぱいい そういった現実のアダルトコンテンツの作り方の最新のところに ついていってないのがAVC この動画は本当に深入 私はYouTubeから 他がっかり言ったことが重要 法律必須与世並近 しかし他沒有跟到 我們講YouTube 大家不要容易理解 我們把作品上傳到YouTube 請問你要怎样分得出 這個是專業的 這個是YouTuber 然後這個是素人的 你知道嗎 這個是個人創作自由 你設了這個法令 那就會導致說 現在我跟我夫妻兩個拍了 我上傳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變成說 他有一個漏洞在那裡 用主流的這個方式去限制到 所有的 所謂的自媒體的部分 可是現在的手機用的 YouTube也好 TikTok 其實都是跟主流媒體是混在一起用的 所以他講到一個重點 他現在已經不是限制了 所謂的什麼保護女優男優不是 他已經限制到個人的創作自由 就已經影響到憲法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要飲水溼源 我們其實省黑亞洲 看這個日本的AP長大了 我覺得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一起來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哦 那種... 那種感覺 哦 哇 哈哈哈哈 厲害 首先 M.E.さん在日本的AV新報 一直在聽到的心態 很高興 這個新報在一瞬間決定 最初是 有些人的妖怪的傭人 或者 財務員的監督 或者 財務員的監督 財務員的監督 或者 財務員的監督 叫財務員 然後 財務員 財務員 然後 做得到的 但是 適当的 組織 就決定了 我常说的就是我们要遵守法律 可是有些就是恶法 我觉得每个产业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文化在那边 可是很多政治人物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产业里面 就自己定了一些法律 然后就影响到人家 他们也不知道 这些人已经有20年以来 XVIDEO、FC2等 世界中的无料地看得到的 那边只能被捕捉到那边 这些人都没有看见日本的AV 然后在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方法 就会想起来 确实啊 网路已经打击了一轮了 那第二轮 因为这个法令的打击是蛮大的 就是我们希望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讲话 希望大家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好 那谢谢前辈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感谢 其实他们四个的作品我都看过蛮多的 我看过最多的是那个森林院的作品 你们想不到的对不对 我常常会看到他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缘分 其实他两位前辈呢 也是看过蛮多的 他们演了三四十年 应该是陪着我们长大的AV男友 然后我们的女友呢 非常漂亮 片时梦真的很美 很可爱 希望大家把这些信传出去 我们每一次拍片都要这么多的资料 就一个人签 要签那么厚 对 这里有差不多有 这些都是新的法令 本来是怎样的 要签但是没有这么多 拍片一个月前 你就要开始 练出来给女友听说明师 然后问他 你有没有看清楚了 所以他里面是需要把剧情啊 什么角色全部都写进去 要 要 要 这个还没有 这个只是一个契约而已 这个完以后 还要先有一个交换表 就是那个 拍电影都没有这样欸 对啊 他们现在非常非常严格 所以很累啊 女友光看这些 有些人也看不到 就随便签上去了 太多人 太繁杂了 也不会看得那么清楚 而且要夹 以 变 上翻 夹外就是 制片公司 还有女友 还有事务手 哦 很后悔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 不然我们算女友就好 大概一部片 那你筹大概是多少 很难讲 AV新法之前的话 是应该是从三十万起跳 那如果我们说红的呢 那些大家都认识了 可能叫上千万的 哇 还蛮高的欸 那他们一个月可以拍几部你觉得 这些红的 上千万的一个月只能拍一部 一个月一部 对 你企划的可以不一定拍 企划的是什么意思 企划就是不愿意太出名 哦 你说类似那种素人的系列 对 因为他一出名的话 学校有麻烦 家里有麻烦 朋友有麻烦 因为你大牌一定要曝光 哦 我真的很意思了欸 就好像我们玩音乐有underground 然后也有那种主流媒体的音乐 每天也说的那种是比较underground 不会说像明星这样 这样拱起来像那些大牌的这样 上电视节目啊 采访媒体这样子 可是他薪水就相对比较低 是吗 对 所以他大概一部片的时候大概多少呢 一般能卖的企划的话 可能会到五十万 所以他们如果每天拍很多部 一个月拍多少部 一个月他可以拍三十片啊 只要他肯接的话 哦 好像上班族这样的 哇 这样也可以赚很多啊 对啊 你五十万乘以三十的话 等于有多少呢 一千百万 这样也不会比那些 也不会比当大牌的差啊 对 只是他每天他要上班而已 而且他可以换名字 可以换名字 因为他不求名嘛 他怕出名嘛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你拍过那么多年 最难搞的AV女優 有谁可以讲吗 应该是你拍过的吧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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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范围很小 范围很小 他难搞在哪里 你再大概讲他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 哇 好难搞 我的现场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哦 你也没有发生过 可是你知道 比如说 可以爆一点料吗 就你刚才说的 难搞大概是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拍戏啊 如果你说普通的明星 我有遇过一些 拿手机丢导演 不是丢我啦 阿不然就是拍太半说要休息 不是休息时间喔 然后突然间一个小时就不见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休息好不好 然后知道他在睡午觉这样 跟你复粉的 也会啦 他会躲到化妆室啦 躲到厕所啦 一躲进去就不出来了 那一个女孩 他去做这种性爱片 他刚好碰到对方 他不喜欢的 或者是有 有臭臭的 有什么的 他不高兴了 他会委屈吗 当然委屈啊 委屈他就会跑去厕所 所以男生不能臭臭 好不好 刷牙 撥香香才来 美娟姐姐 不管是刚才那个新闻也好 或者是关于这个产业 因为难得遇到会讲中文的社长喔 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呼吁 或者跟大家讲一下嘛 最后一个东西 我觉得碰到日本新华这个打击啊 对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好的 有一个转向 嗯 台湾从三年前开放AV 而且是无马的 如果台湾可以取代这个地位的话 它可以 带动台湾经济 以台湾AV 引导 法人AV 法人在我们全球有多少亿 十几亿的 日本的人口才一亿两千万 我们的眼光应该是要放在 全球的法人 法人 法人AV 他这个是逆向思考的很聪明 就是让日本出事情了 这个时候就是台湾最好的机会 这个是他的意思 因为台湾也是唯一一个讲华语的地方可以拍AV的 诶 这个商机商机 各位老板看到没有 要不要投资 来来快点台湾 台湾AV一定会走起来 诶 非常感谢你姐姐今天带我们参观 让我们了解那么多这些事情 那希望你们早一点度过难掉 谢谢谢谢 耶我们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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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OK 拜拜 诶 我们刚离开了拍摄的现场 这次收获很多 因为这次我来到东京的目的呢 本来就是要来拍我的2022年最新专辑高清五码的一些题材这样子 所谓高清五码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最高清最真实的东西披露给大家知道 那五码的意思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毫不掩饰的表达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为了配合这个主题这次也特地来到片场啊 就是去采访啊还有拍摄啊各种东西 然后却听到了那么多惊人的内幕 然后还有那么多就这个产业AV工业的整个的心情 还有他们最近所面对的这些打压 对我来说还收获蛮多的 我不知道你们也是不是过一样 他刚才也送了我 就是他们最新的政府规定的合约 里面有很多东西呢 是很bullshit的 很ridiculous的东西 很明显 现在他们这个行业即将走入黑暗的时期 可能接下来呢AV的这些公司慢慢会倒闭 久而久之就没有日本的AV看了 身为外人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也不是日本的人民 也不是他们的政府人员 我们唯一能帮到的我们就是 声援他们 让大家知道这些不公不义的恶法 如何来压制这个历史那么悠久的产业 那在这里呢祝福日本的AV产业加油 台湾的AV产业也加油 Let's go 回去hotel睡觉 Toby den 观众 yön税边江澤糕 MING וש Zad ninth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